中文字幕-Tian 代表美國議員 來 政治大了 來 政治大了 台灣 英雄 政治大了 台灣 英雄 各位前面 政治大了 台灣 英雄 漂亮漂亮非常感謝大家來 大家好大家阿嬤我是鄭鴻營 今天非常非常高興 來到土豐美麗的社區 幸福的社區清溪公園 看到大家在這裡非常感動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很精彩 我們今天要來關心高峰安 到底要來關閉嗎 為什麼今天要來關閉 為什麼去找洋文科 另外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關心土豐 土豐這八年來鄭文燦為什麼是五星級市長 為什麼滿意度高達八成 他到底有見識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關心最重要的 就是台積電伊奈米 要去土豐市場囉 相信未來土豐會是非常繁榮的科技之城 因為土豐這幾年來 只21萬人報仇水水 大家百日減二七萬了 表示桃園有長足的進步 我們今天參與的來賓陣容非常的堅強 平常都在電視上看到 現場可能更加熱鬧 第一位 民進黨國防外交委員 王定宇王委員 各位特洋的鄉親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文山之靈之城的王時期 桃園鄉親大家好 我是時期 好 這個時期啊 本人更加的年輕更加的漂亮 充滿了這個活力 好 那麼想不到他平常這麼潑辣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政治學老師 范世平 范教授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另外在我左手邊 是媒體人 王瑞德 好 各位鄉親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瑞德非常有大 網友啊 如果跟他誹謗的 他都把他勾到 勾到網友 現在沒人再跟他講他的拍位了 勾聲給推一下 好 另外呢 備受尊敬的媒體人 鍾連煥 各位我們委長的市民 郭美鳳親 大家好 國民黨裡面最印度的議員 葉原資 各位桃園鄉親以及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 大家好 原資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朋友對你這麼熱情嗎 有有有 你要不要加入民進黨啊 沒有沒有 不行 其實他剛剛已經填入黨申請書了 那個 我們不一定要收喔 我堅持我們的理念 好 那麼 這個我們今天啊 節目非常的精彩 我們今天會跟小英總統 在台北連線 那北北基頭非常重要 小英總統啊 這個大台妹 現在等你做最後的衝刺 他一天走幾個場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會跟 我們今天有一位邀請到一位 神秘嘉賓 神秘嘉賓 到底是誰 他會跟我們大家講什麼話 待會兒 我們來共同期待 那首先啊 我們先來關心高峰安 高峰安 有人說啊 他要選新竹市長 新竹市長 新竹市長是什麼城 封城 封城 對嗎 有人說他可能阿嬤會去吐城了 吐城是什麼 吐城監獄了 吐城監獄了 有可能呢 不是不可能 沒有我們來看看 他今天啦 說啊 這個街市去打點滴 鑽城 鑽城 那麼 廖呢 去拜訪 這個 陽文科 新竹縣的縣長 那記者跟訪問 不發異語 來請大家看 這是 這個 高峰安 他證實說 他自己因為整理資料 過度勞累 那 這個質詢廖 這個經過同仁建立 他去醫院就診 那已經安排注射點滴 哇 還有一張照片 他的臉書 在這裡 那 他說他現在 需要先 好好吃好好睡 補充體力之後再出發 那我先請教一下 這個 王委員 為什麼 他會去担音呢 為什麼他會去拜訪陽文科呢 這件事很奇怪 大家知道 新竹縣市的學兵 國民黨是一路犯罪到尾 現在投票村 不夠兩禮拜 差不多兩禮拜完的時間 選舉的時間在倒數 縣市合併也不是下一個月 下一年 甚至於未來三年要進行的 都沒有 所以他不是急事 我覺得 高峰安去 有不舒服住院也是OK 你担音啊 結果有一個是 不是明仔仔 不是後果的 不是明年重要的事情 你走出來 再帶一個 宣明志 做會去記陽文科 這個事情 就一個字可以形容 怪 很怪 啊怪呢 第二怪是什麼呢 因為 之前 憲體力在幫他 這個林根仁 對這個事情 表示尊重 甚至於 國民黨在新竹市 當過黨部主委的 國民黨員 竟然呼籲大家 要去多多鼓勵支持高峰安 國民黨跟民眾黨兩個黨 如果真的已經變成一個黨 說給別 但是就算你們兩個黨更好 你也沒辦法改稅 助理的加班費 怎麼變成你的洗頭費 助理的加班費 怎麼可以拿去買衛生棉 助理的加班費 怎麼可以 你請助理吃飯 所以你沒有辦法解釋 助理的加班費 怎麼會變成你私人的特資費 特別費 那個是法律重罪 所以 如果講高峰安 現在心力交瘁 我認為是事實 但是這個時候去見陽文科 充滿了政治的算計 跟奇怪的事情 然後對新竹市民來講 你把身體市民爭取的 你知道嗎 你事情都沒有改稅 前面那個抄襲 博士代職代行去收 他又說了 現在這個事情是涉及貪賭 七年以上 病科罰金五千萬 涉及貪污治罪條例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你總是要改稅 沒有改稅 國民黨的林根仁和民眾黨的高峰安 兩個米哥想說好 一句尊重 一句沒事 一句警告柯文哲 把話說回去 要不然我要揭露了 你是動罪成敵人 沒有勝負 我們的國家沒有法論嗎 國家還是有法治的存在 貪污是公訴罪 你看他在那一關的可能性有多大 這件事情在法律上的紅線 過去已經有一二十件的案例了 我覺得很難逃得過 在法律上 他剛剛兩個可能 我們這麼多 我們都出過社會 也有很多現場的民眾 你剛下班過來這裡 社會最適 有人上班上完之後 加班費 連續十一九月 全部關了 老闆 你如果萬一會拿去我看看 萬一會來我這裡上班 不可能 所以這違反常理 如果助理根本 就沒有把這筆加班費 當作自己的錢 而是藉由助理的名義 把這個錢變成公基金 變成立委個人的特資費 特別費 這就涉嫌詐領公款 這是貪賭 所以這個法律上 我覺得法界大概都有研究過了 真不好意思 王委員說 他大概很難逃得過 其實高峰案真的很可能要抓去關 抓去關 他如果市長也算不定 他會綫持 那種很細筆 哇 很多人會跟他切割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未來的下場怎麼樣 不過呢 他今天去招園 到底是看什麼科 瑞德 他這裡有他的看法 為什麼他去看楊文科 對不對 我們打拚 我們打拚不是去看來科 就是去看外科 為什麼他看的是楊文科 這很奇怪 你如果打拚你就好好的 每一個人 不管董牌 那麼你如果不爽快打拚 這麼辛苦 他最近高峰案也有很多 我們祝福他早日康復 不過好好在醫院裡面休息 不要跑出去看楊文科 沒那麼重要 我說坦白了 那麼在這件事情上面呢 我覺得個人隱略說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我要各位報告 各位同學鄉親主 你們應該會讓你們的主帝 一個月薪水貪四萬億 結果 做一年的這個省公 讓你們的助力 把他的薪水全部都關出去 你們應該不可能 不可能 你們應該不可能去做助力 讓你們的孩子去做助力 一個月薪水也是四五萬塊 半年 要關出半年的薪水 差不多要到二十九萬到三十萬 你喝風吃水 對嗎 可以大部分 不可能 這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重點 高峰案也所有 所作所為 都是匪夷所思 都是不可能 都是跟我們的上司不一樣 他的錢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定要說清楚 講明白 如果他的錢 包括他男朋友 有什麼 一個月四萬億 做十四個月 結果 反而關回去 給他民進黨 分 分兩百 都做完六十萬 你這是 因為高峰案 他的割不分開 他要交六十萬 等於民進黨 你這到底是 真真真是 發自內心捐款 還是 用我們納稅人 交的血汗錢 然後呢 其實 基本上你關回去 民進黨的割 大家說清楚 還有你們這些上班的這些 成功助力 他們 自己賺的薪水 還是他們的加班費 你也不能拿回去 成立一個 八十七萬的小金庫 他們關這麼多錢 結果你才關幾百塊 裡面的經營 有幾次洗頭 我問你洗的是高峰案的頭 還是這些助力的頭 當然也是高峰案的頭 對啊 對 還沒去洗頭 還去買你自己 有過檔的車 還有你 坐客人去過檔的引導的車子 對 還有生理用品 我為了這樣 就特別去買一個 黑糖薑母茶 連這也都用開工費 所以 一定要弄清楚 這些錢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些錢 如果是去 抗客這些聖功 做力 或是去利用 這些聖功 吃人頭的方式 現在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但是如果是有 這是貪污的重罪 是青年以上的有機途行 所以 這不是開玩笑的 還有今天 拍一個最新的 他們男朋友 競聯在 用零基金會 兩年半 一國的薪水是五十萬 我也告他報告 五十萬的薪水 我們在座各位 你們的主題 沒有一個人做得到 一年六百萬 兩年半 千幾萬的 為什麼 他要給他 這麼多的薪水 我跟你說 我對他們男朋友 非常欽佩 為什麼 他在用零基金會 領一國五十萬的薪水 他還可以 每天二十四點鐘 在高峰安的旁邊 替他 替他服務 還算替他接電話 這種男朋友 是要去找 所以 我們就對貪 就沒有這樣 我都把貪抓零 二十四點鐘 所以 這一切 一定要說清楚 一定要查清楚 高峰安 不用去看洋文科 高峰安好好情用 出現之後 面對現實 要勇敢跟社會台中 要勇敢跟身體市民 所有交代成縱 這些錢 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 調查局的北基站 已經陸續傳喚一些證明 就是說 包括民眾黨裡面 包括他的助力 都已經慢慢慢慢傳喚去 如果只要有一個人 跟內政說出來 跟高峰安說的不一樣 我還會保證 十一月二十六 雖然選舉已經結束 高峰安 可能在台灣的司法家 完全全拍到 可能要面對司法的制裁 好 我們看這個是 高峰安的小金庫 加起來是 八十七萬五 這是差不多 十一九月累積的錢 這裡有一個助力 有一個司主理 關二十九萬日 這裡有一個阿主理 關三十萬三 這個Z主理就是 男朋友只有關二十萬 就是那個Jack 這裡有一個Z主理 關四十四 這裡有一個F主理 十三萬九 這裡有一個K主理 關四十二 這裡有一個位置來源 三十二 高峰安關三十七七 高峰安是老闆人 他的新樓關三十萬 他關三十七七 這三十七七 他拐八千零九塊 八千零六 他拐九千回去 那就拐回去 還有村 還有關 你算吃錢錯了 我跟你說 他裡面還有一個 縮加底子一塊 也在這裡 縮加底子一塊 那請教一下時期 為什麼 他的助理要捐三十萬三 為什麼他只捐三百七十七塊 A助理的錢來供養自己 有這種老闆嗎 你講的是A助理的錢喔 因為那個就是助理加班費啊 那就是他所有公費助理 十一個月以來的加班費 合起來變成了這個金庫 你有看過立法院的助理 通常一個月的薪水 大概是四萬到五萬之間 然後一個助理他可以捐三十萬 到這個公庫裡面 然後去讓老闆花用 老闆洗頭也用你的助理的錢 老闆去買東西的 那個購物塑膠袋一塊錢 他也要用你的錢 大錢小錢都用助理的錢 然後自己跟黨務人士去吃飯 跟這些政要們去吃飯 花了三個人吃掉九千塊 誰的錢 助理的錢啊 助理工作的辛苦的半死 然後還要賺錢 請老闆吃飯 請老闆洗頭 請老闆去買玩偶 請老闆去買卸妝棉 有這種事喔 我就想說 王定宇你也太遜了吧 你的助理怎麼都沒有這種精神 我昨天問了他們 沒有人理我 不提訊你啊 我真的有問 沒有人要找我 助理的辛苦錢 助理用自己加班的時間 領出來的錢 然後讓老闆這樣子花用 欺負年輕人啦 有這種老闆在明目張膽的欺負年輕人啦 那所以這是老闆 額詐員工呢 老闆有這種額詐員工的嗎 可以這樣嗎 那不是你的錢 然後可是你花的這麼的開心 大錢小錢通通都要花 剛剛定宇委員講的 其中有一筆最奇怪了 八千零六元 然後後面的帳目寫說 給老闆九千塊 整數不用招啊 連九百九十六塊 老闆都要賺 像話嗎 有這種事情嗎 他今天生病了 也是祝他身體健康早日康復啦 高鴻安說他身心俱疲 身心俱疲他需要休養生息 他PO了一張照片 打點滴 然後躺在病床上說 他要好好吃飯 好好休息 你不是要好好休息 你怎麼還跑去新竹縣找陽文科 然後跑去找陽文科說 我們來談一下大新竹合併 其實都是在演一場政治秀 他的目的只是要告訴你說 藍跟白一家親啦 不要再打高鴻安了啦 高鴻安好可憐喔 你看他都已經生病住院了 生病住院就好好去休養好嗎 就不要再出來跑跑跑了 不要用這樣子的戲碼來騙大家 這就是藍白在偷來按去的 在那邊算計你的選票 可以這樣嗎 政治可以這樣子搞嗎 這裡現場有人做老闆嗎 老闆如果是要給你的同事啊 你的這個 藍白人 你如果要給他的錢 我想如果年中獎金還是獎金 至少也幾千幾萬 我們看一下 高鴻安在這裡 高鴻安委員入帳一筆274塊 274塊 還有一筆 委員入帳103塊 103塊 這個他拿出來 我實在覺得說很恐怖 那因為 范志平方老師啊 這個昨天他說 那就是什麼 拿一千塊啦 去買助理的便當啦 後來呢 因為找了377塊 然後呢 乾脆說 好了好了好了 我很慷慨377塊就不用找了 就入帳了啦 看起來不是 當然不是啊 我們看到剛剛講說 他的辦公室叫做匪夷所思 難怪他是匪陶匪嘛 匪陶匪才會匪夷所思對不對 我們只有美而美對不對 所以說啊 我們今天看到了高鴻安這樣的虐待 這樣的欺負他的助理 叫助理把加班費作為公基金 這叫什麼 這叫不義之財 這叫不樂之捐 為什麼不義 這些助理辛辛苦苦一個月只有四萬多塊 還要繳這麼多錢到公基金 供高鴻安來花用 這叫不義之財 對高鴻安來講是不義之財 對這些助理來講是不樂之捐 覺得很不爽的啦 對不對 對 所以說喔 高鴻安這種老闆 是不是怪老闆 對 是不是壞老闆 對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種人 來當我們的國會議員 還想要選新竹市市長 這樣有利喔 有利 有利嗎 有利 所以說我們今天啊 看到高鴻安稱病 打針 去助行 去看陽文科 去看陽文科並不會好 但是看起來他希望能夠跟陽文科抱團取暖 希望能夠得到陽文科的支持 可是很抱歉 相關的證據 都已經送到檢調單位 檢調機關調查局去 鐵證如山 所以我認為啊 高鴻安逃得了一時 逃不了永久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禮拜 真的對於新竹市民啊 猶如洗山溫暖啊 為什麼 禮拜一的時候 林根人拿出證據 說高鴻安叫助理繳攻擊機 哇 全國為之化然啊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結果呢 他說禮拜二 他要去調查局 把資料全部給調查局 結果他說什麼 抱歉 他說 高鴻安是一個好人 他說高鴻安 他只是想幫 他沒有說高鴻安是個好人 他說高鴻安不是個壞人啊 不是個壞人 不是個壞人 很愛地方 要想幫新竹盡力 怎麼不到24小時 珠陽變色 我要在這邊問 林根人 你到底有了什麼樣的壓力 你為什麼 含含吐吐的 把你的態度 做了365度的轉變 方老師 方老師 他今天本來是要開記者會 去罵林志堅的 但是記者都要求他要交資料 對啊 結果他啞口無言 一直滑手機 不曉得怎麼回應 看手機裡面有沒有什麼 他的葵花寶典 結果完全是六神無阻 答非所問 語無倫次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他今天不敢去面對民眾 但是我必須要講 真的 高宏安 我必須要講 他因為他上個禮拜 這件事情被揭發之後 哇 林根人不得了啊 脫胎換骨 他從今年六月份 被國民黨提名 到上個禮拜二 揭發高宏安的事情 他叫邊緣人 林根人根本是邊緣人 大家認為他根本這個選舉 是民調第三名 他上個禮拜二活起來了 結果應該要趁勝追擊 你看他上個禮拜開記者會 意氣風發 講話鏘鏘有力 口才變解 我不曉得 林根人忽然口才變好了 結果呢 這個禮拜二 忽然就縮回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 他一定要跟選民做交代 不能夠把新竹市 四十五萬的市民 成效耶 這樣子是不是 把新竹市民成效耶 有沒有 有 所以我覺得 林根人今天越說不清楚 他的選情就會走向低迷 不過我也不需要講 林根人有一個人 高鴻安有個高 高家人是什麼人 高人 所以高鴻安是林根人的高人 所以林根人今天沒有了高鴻安 六神無主 林根人有的高鴻 意氣風發 所以我覺得 他還是應該把高鴻安 好好的抱在懷裡 好好的溝通努力 好好的揭發案的避案 否則這個高人即將離他而去 但是以後可能新竹不用找安了 我們可能要土城早安了 從鳳城住到土城了 沒錯 好 來這個我看 高鴻安 他好人派人都不要說 但是我覺得 他的人格充滿了瑕疵 充滿了瑕疵 從他跟資冊會在博士論文 然後偷偷地跑去讀博士 用進資冊會的資源 從資冊會的論文 然後到資冊會的專利權 甚至到現在立法院做理會 我認為他的人格操守 我認為非常有問題 我也覺得他好像很白色很激烈 為什麼呢 請大家看 當林庚人公佈他助理費的時候 事情拋了 他的該稅是什麼 他的該稅在這裡 請大家看 他該稅針對外界質疑 李中庭不是全職的助理 卻能夠每個月領到最高上限 46小時的加班費用 高鴻安說 這個加班費的事情 什麼一個月46小時 我想請大家算一下 這樣子的工作量 老實說 我自己在看完這些工作紀錄之後 我覺得加班費46小時 我還嫌少 46小時做得這麼艱苦 領的加班費他嫌少 嫌少他叫他做什麼 關出來 這不是一個很雞仙的老闆嗎 人家在艱苦錢呢 你自己說我做不敢 結果叫他關出來 關出來做什麼 關出來給他買衛生棉 關出來給他洗頭 關出來給他吃豹魚 這個老闆 所以我覺得他很雞仙 當被揭發以後 為什麼他去醫院 我覺得那內心充滿恐懼 恐懼哪裡 恐懼他要搬家去土城了 好 對不對 這樣這種人 說要選新的市場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我們休息一下 謝謝 我記得運鵬他就長得很帥 然後點子也很多 但是很多有時候很跳動的 我這種LKK還沒辦法理解 可是他用很多的什麼光片 光筆 然後用很多科技科幻的東西 可以說是走在時代的監觀 尤其當我記得 他過去在當文宣部主任的時候 推出了再怎麼也蠻系列 那個時候真的堪稱是 最佳的經典之動 政治大了 台灣議員 漂亮啦 台灣議員 土王人實在是有一個情 有水準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關心 這個高雄的事情 待會兒我們會再討論 我們現在要來關心 土王的未來 土王的戰鬥 那最大的事情 就是台積電的一奈米 現在要來土王的龍潭 這個啟動了 那到底這個事情 代表什麼意義 我們可以請年王 跟大家解釋一下嗎 好 其實大家記得嗎 去年我們有投了一個公投 大家還記得嗎 第三天然氣接氣戰 那時候國民黨是怎麼說 他反對 對嗎 三接就是為了要送 我們的進口的天然氣 去大潭火力發電廠來發電 發電 發電要給什麼人用 除了要給大家 土王的鄉親用以外 我們的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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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如果 去年 如果我們的三接沒有通過的話 台積電一奈米 它就不會設在龍潭 因為它電不夠用 台積電一奈米來 對我們同學來說 有什麼好處 第一 它有很多很好的職業機會 台積電一個晶圓廠 它所聘請的工程師 包含基層的工作人員 祈救都打清以上 他們的台積都很好 台積電的工程師 一年都祈救200萬以上起床 台積都很好 第二 你說我沒有讀這麼多小 我沒有辦法去台積電怎麼辦 沒有關係 工程師要不要吃飯 要不要 要 要不要買飲料 要 要不要買衣服 要不要光街 要不要買房子 要不要談戀愛 當然要 所以呢 龍潭台積電 所有的食衣住行 娛樂 所有的產業 都會因為台積電而發展起來 所以台積電的銀愛米 到龍潭來 對我們同人來說 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當這個消息 在選佈的時候 國民黨的張聖誠怎麼說 他說為什麼現在選機要選佈 這叫選舉操作 你也拜託 選舉 這個時候不宣佈 難道等明年再宣佈嗎 好消息是不是 要馬上跟大家分享 大家說對嗎 對 好消息 這麼好的消息 為什麼要搬到明年 所以不要有見不得 桃園好的心態 我們的桃園過期八年 我感受到桃園很大的進步 真的進步很多 所以咧 台積電一奈米 到我們龍潭來 其實有一個故事 大家可能不知道 後面 鄭文燦市長和鄭運彭委員 已經過一年我的打拼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當他們知道 台積電有可能要來的時候 他開始想說 要偷地 要水 要電 要交通 要公路 要國所公路 這些問題 我們龍潭附近有夠 不夠的部分 我們快來把中央請請 把中央請錢 所以經過一年多的佈局 現在才有台積電一奈米廠 可能會到桃園龍潭來設廠 大家記得嗎 台積電在高雄六千煉油廠 也要去營 那個地方本來 2018年韓國瑜動損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地方本來要做什麼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嗎 要做曬馬場 要做曬馬場 讓你把市長把肉弄掉 我們現在不需要曬馬場 我們現在換台積電去 那也是今天市長 花很多時間去營出來 所以千萬不能相信 一句話說 選什麼人做市長 我同樣要偷彈 高雄戰金選不到人 同樣八重情選到人 所以我們要做對的事情 我們繼續下去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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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2奈米如果沒有記錯 3奈米現在開始量產了 2奈米到2024年要量產 1奈米接下來台灣最高級的晶圓製造就在桃園 過去有新竹竹 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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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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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就是一根頭髮的五萬分之一 你看看有多難 全世界沒有人做得出來 就是台積電 都是未來 全世界要靠頭橫 他怎麼在龍坦科技園區 到底有多重要 經濟部長最知道 現在我們來請經濟部長 王美華王部長來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 台灣半導體的生態系 經過40年的培養 有非常優秀的人才 以及產業的聚落非常完整 有超過1000家以上的供應商 所以台灣是最適合半導體發展的地方 台灣的模式很難被複製 也不會被取代 台積電會持續投資先進製程在台灣 這個對台灣 對桃園 甚至對全世界都非常的關鍵 他們持續保持領先的雄心壯志 事實上也讓國際間炒作 地緣政治風險 或者是供應鏈去台化的說法 通通不攻自破 這代表對台灣的信心 用投資來投信任票 這是非常有指標意義的 投資案如果有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確實是非常重要 文燦市長領導的市政府 從在地溝通 土地的取得 以及經濟部要處理的電網工程 再生水工程等等 都需要很多的幫忙 運盆委員也是很早就在關注這個案子 包括像蔡總統 像蘇院長報告 或者我們在跨部會之間來協調 都是靠他們 我想能夠促成這麼好的投資案 參與的人有很多 從經濟部的角度來說 都非常感謝 離新竹只有幾個交流道距離的龍潭園區 也確實可以吸引人才 那未來 桃園跟新竹的科技產業相加相成 就可以形成一個世界級的桃竹科技郎帶 漂亮啦 這麼好 正處來的是什麼人 我們今天給神秘嘉賓 來 鄭文燦市長 中間來掌握一下 鋪一下甘區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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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市長我看真的 這樣拚八年 抹蘑蓬這樣中 我覺得有捨一順 裀帳 爆西羊 十九 過去八年 第一家是有星級市長 第二家萬一路都百分 累壇 它是怎麼做到 它做到什麼 大家報告一下 謝謝洪一哥 各位 sparks名頭全 台積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如果沒有這三年 真打拚 真認真 溝通各種問題 行政院怎麼可能在最近宣布 如果我們沒有選擇 未來幾年裡面 最先進的半導體基地 就不可能落腳在農科 所以我很有經驗 農科第二期我徵收的 所以那時候台積電 封測一場封測二場已經在農科 我們有什麼樣的條件 剛才我美花部長說的 我們台積和身體是副部 這個半導體紓搖 封裝測試產業 桃園有日月光艾克爾和台積電 我們台積的PCB的載板 新興景碩南電增頂 我們台積有很多化學品的 日系的工廠提供台積電化學品 我們桃園也有愛思摩爾 全世界最好的半導體的設備商 連廢棄物處理也有辦法 所以選擇桃園做下個階段的基地 這是對我們台灣對我們台灣對台積電 對台積電都是對的 所以台積電在農科 現在已經滿載了 三期要啟動 這個蘇院長來宣布以後 我跟大家報告 我這三年跟鄭雲鵬的努力 收集大家 往下出賽 好不是只有好到龍潭而已 他剛好是龍潭平鎮兩眉的交界 所以不只是龍潭 整個桃園都會受惠 會帶動桃園下個階段的發展 我們一定是工業的產值全台灣第一名 我們的產值是三兆三條 竹科的總產值是1.5兆 所以桃園本來就是全台灣最好的工業的聚落 現在台積電先進製程來了 我相信下個階段桃園會更好 讓我們做奧拜 做半導體的靠山好不好 台灣加油 為什麼我們同學 建立到台積電 在哪一面 世界最好的技術 在繞腳在桃園 為什麼好像對手在選擇 沒什麼開心 對 只有張善政這八年 沒有一張成績單可以對桃園人交代 他當行政院副院長 那個時候桃園鐵路要地下化 他發了一個公文給我 說這行政院的公文這樣寫 中央出199億 剩下800多億要桃園出 我看到那個公文添了一半 拿一個大小桃園給我們搭 意思要用財務問題卡住桃園 難道台鐵是桃園開的嗎 難道只有桃園能搭台鐵嗎 所以我那時候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我回答議員說 如果中央的執政 當時的馬政府能夠支持鐵路地下化 我去那邊下跪也可以 後來蔡總統上來了 桃園鐵路地下化 歷經三個院長 包括鄭雲鵬當立法院民進黨幹事長 決定比照高雄模式 指出25% 中央800多億地方200多億 桃園鐵路地下化定案 我們預定要在八年的公期 完成桃園鐵路地下化 大家說好不好 如果沒有鄭文燦 如果沒有鄭運鵬 如果沒有蔡總統領導的執政團隊 我們同鐵路地下化不可能 因為當時國民黨立場是反對的 毛治國張善政 是反對我們的鐵路地下化 要桃園出800多億 中央出199億 這個公文還在 我記得我今天接到公文的時候 心都冷氣 我說哪有這個中央建議這樣對桃園 桃園應該有條件 讓我們的桃園變得不一樣 後來八個高架橋 八個地下道 二十個平礁道都不見了 都市縫合了 後來的桃園會變得不一樣 大家說對不對 加油 現在的桃園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 未來會越不一樣 新北市 對四百空幾萬的人口 現在落到390幾萬 台北市 對270幾萬 落到現在240幾萬 找到30萬人口 通知 加21萬 保證水水水 市長有什麼 我們的 我做市長的議員 第一個實施育兒津貼 生一胎補助3萬塊 然後三歲以下有3千元 我們這個政策 被蔡總統採納 現在全國實施 這個第一胎 每個月補助5千 第二胎6千 第三胎7千 這個就是依照桃園模式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 年輕的家庭 甜蜜多一點 負擔少一點 年輕的家庭 首選都在桃園 幾乎問他說 人生的第一戰 有的雙北下來 脫北 有的從中南部上來 落腳桃園 所以我們同時 年輕的家庭 第一名的社區 對不對 有 第二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最近 台商回流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現在通過了 1兆8千多億 我們同 減全國2兆 3千6百多億 我們是台商回流的首選 我們也是 企業擴大投資 最優先的地方 所以 選擇桃園 企業也選擇 年輕人也選擇 我們這8年來 桃園成長超過21萬人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做市長一奧 你看看 我們圖書館蓋了幾個 我蓋了總共23個圖書館 完工了15個 總圖即將完成 大家說好不好 我蓋了 公託中心本來只有 兩個 我蓋了40個 親子館本來只有一個 我蓋了20個 幼兒園我多蓋了109個 這樣多不多 所以桃園真的是 這個金城王的地方 所以我最近常常說 我做8年拚得要死 一天當三天用 結果選舉的時候 把桃園說得一無四處 跟桃園踩在腳底下 可是我知道 我們的鄉親 知道桃園是進步了 八年前大家投這張票是 投給桃園進步 改變和希望的一張票 這樣對不對 漂亮 桃園的重大建設 鄭運鵬都沒缺席 鐵路地下化 他幫忙協調 比照高雄模式 降低桃園的財政負擔 綠線捷運 納入前瞻計畫 如果沒有鄭運鵬 跟那麼多立委 在立法院 丟完水球還是要協商 丟完麵粉也要協商 如果沒有前瞻計畫 我們綠線 不會像現在這樣子 這個高架段已經在做車站了 地下段潛頓計 已經挖到高速公路底下 所以這個也是納入前瞻計畫 因為有鄭運鵬 本來南崁交流道很塞車 我們現在多了一個 中正北路交流道 讓南崁交流道分三層的車流 這個中正北路交流道 魯興南路要拓寬 一千兩百公尺 要十一億 運鵬第一時間幫我協調 中央補助的八一六千萬 所以今天中正北路才能通車 所以桃園的重大建設 過去跟鄭運鵬 這個拼建設 顧桃園 所以他沒有缺席 對手是沒有出席 他也沒有參加過 那時候有一個 立法院問他說 你要當院長 這雖然是過渡期 你了不了解桃園的產業 他回答說 我不了解 因為我對桃園比較陌生 你說姓張嗎 對 因為當時他也沒有想過要選市長 所以這八年空白 對桃園沒有重大連結的人 怎麼有可能做好市長 如果對桃園有感情有心 這八年不應該缺席 大家說對不對 是 我們說實在 鄭文燦市長 我了解過去八年非常打拼 他說的一天 動作三天用 他這樣建設是土耳人的福氣 我們在這裡感謝鄭文燦鄭市長 他還要趕中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感謝鄭文燦鄭市長 感謝 謝謝 好 那台東話鄭市長 講這幾個 我們這個定義委員有什麼看法 大家在柯林市 我在小學的時候 住在大學 我是中貞國小 中立國中 武林高中畢業 我到現在地基哥的記憶 我住在那頭橫 那時候叫平鎮市 平鎮農南路244項三弄XX號 改變很大 我現在回來的頭橫 路不走 經濟不少想 桃園的改變來自於很多原因 剛才我們聽到鄭文燦市長 那個要有前瞻的看法 就是說包含我們中央政府的前瞻建設的預算 中央跟鄭運鎮打得到 我們讓人贏米粉 竊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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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是一塊就不可以讓你過 所以前瞻基礎建設預算 爭取下來 我們這邊的捷運才有辦法蓋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中央跟地方一條心也很重要 所以作為一個頭橫 小的長大的 出外的孩子 給我們回來頭橫 看到有這麼好的市長鄭文燦 我真的記得 運鎮要把這樣的棒好好接著 好來 我們現在來聽一下 討厭朋友討厭鄉親的心聲好不好 來 作為大哥 才剛才聽到有什麼感覺 剛剛聽完市長這樣講 真的是身為桃園人 因為我也是巴德出身的 所以其實跟市長也算是同鄉 所以真的是覺得在身為桃園人 真是很幸福的一個地方 八爹出事的 八爹出事的 你們有土地嗎 沒有 真不知道 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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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去去 讚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要進一間公告好不好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 1976